好 回来之后我们来看 中国大陆3.2吨的黄金 遭到截走 今天这个标题非常的亮眼 那这是大陆矿业的巨头 紫金矿业 紫金矿业其实是大陆的国企 在哥伦比亚遭到贩毒集团 海湾帮掠夺了3.2吨的黄金 大概是2亿美元左右 今天我看到有一些媒体 有一些细节的报道 据说在略结前还遭到了一些攻击 非常暴力的攻击 那这什么概念呢 相当于这个矿产的总量的 百分之三十八 三分之一强 紫金矿业 目前向国际投资争端 且提出了这个诉讼 4.3亿美元的诉讼 要控诉哥伦比亚政府 待乎职守 反应很多次都没有用 好 另外一头呢 我们看到这个南海的部分 我让岳老师一起讲 这个我们好久没有管 这个仁爱礁了 那仁爱礁的部分呢 今天大陆海警局 发布了一条新闻 但是字数非常少 也很简单 就是经过中方的允许 菲律宾呢 派了一艘民船 对非法坐摊的仁爱礁 运送了生活物资 然后再加一句 中国海警是全程监督 仁爱礁这个马德雷申号 我们讨论过很多次 那其实中方一直是 允许这个物资补给的 后来因为开始闹嘛 有一阵子没有给 就是说上面的人 已经没饭吃了 所以最近因为情况 看起来比较稳定 所以固定的生活补给 又开始 那大陆海警局 特别把这条新闻 发了出来 所以马德雷申号 到底怎么了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真的是蛮惨 在那边座探 因为已经太久 来导播 把那个大图调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很多网友发现 它的这个船体生锈之外呢 老伯有看到吗 在我们的这个 对 出现了巨大的裂纹 还有破洞 它是一个横向的一个裂纹 另外有没有 船体有破洞 这其实是前一阵子的照片 所以它的情况是 越来越糟 越来越糟 那这艘船有什么含义吗 其实就是坐摊在这里 就是最大的含义 我就是赖着不走 那过去船上还开过 啪等等 反正就是一个拿来 作为政治 这个拉扯的一个筹码 那运老师怎么看待呢 一方面又开始 固定的一些生活物资的补给 其实很多大陆网民 很不以为然 觉得就把它脱掉吧 把它炸掉吧等等 你怎么看 没有那么简单了 这个事情 不是 这个两个消息 也算是我性质上不太一样 但是我要稍微讲一下 这个哥伦比亚政府 是全世界 犯罪率最高的政府 它里面那个贩毒的机构 已经就嚣张到简直不可思议的地步 就大毒消 科伦比亚大毒消 基本上是属于一种无政府状态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纸巾矿业 因为我暑假的时候 遇到几个华为的工程师 很特别的机缘 跟他们聊了一下 他们在推广华为业务的时候 他们跟我讲了一个观念 聊天 闲聊天 他们说因为被制裁的关系 所以华为的业务 越危险的地方越要去 一般来讲的话 过得舒服的那些 什么英国 美国 法国 德国这些人 他说不敢去的地方 我们都要去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有一个 他们这个华为高管 他在利比亚睡觉的地方 头上有弹孔 所以我必须要强调 就大陆本身呢 在这个维持自己 在亚非拉国家里面的影响力的时候 有些矿产只要有利可图 安全的系数上来讲 它是照规矩来 所以这个我祝福 大陆能够把这个钱要回来 因为黄金最近涨得很凶啊 那这个价钱的话 随着水涨船高 那另外讲到菲律宾这个 仁爱礁的这个马德雷3号 我觉得他们之间是已经达成协议了 就是说呢 就是自动消亡法了 这个协议当中的话呢 我觉得菲律宾的背后 老美是已经跟大陆之间达成协议了 就说是只要人道主义 坐摊那边的话呢 按照原有的机构 其实我有时候在想到 马德雷3号的这个破船的时候 我会想到它已经快80年了 二次大战之前就有 搞不好八九十年都不一定了 对不对 然后现在的话呢 出现这个 所以说大陆希望它自己沉掉 沉掉一切的麻烦什么的 那菲律宾本身比较在那边 但是绝对不允许它加强船身 这是大陆 就是绝对不允许它做的事情 那么这个前任闹了很久 然后第三件事情的话呢 就是仁爱礁的情况下 大概是这种情况是固定的 就是这个传到自己 希望是来了个比较大的台风啊 把它一卷了 就卷到海底下去了 就算了结束了这事情 但是菲律宾闹会不停的闹啊 什么黄岩岛啊 什么中央岛啊 什么这些的事情 都会层出不穷的 为什么呢 因为菲律宾会找到 它在南海的存在感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因为菲律宾本身来讲的话呢 我好久没听到菲律宾消息了 如果最近听到菲律宾消息 全部在南海搞事的消息 菲律宾其实呢 是一个喜欢开派对的国家嘛 咱们这个事情的话 也觉得挺热闹的 而且呢很多 因为那个秀方也知道嘛 每一次只要是 有船出去到了附近 都有那个摄影记者呀 媒体什么 都跟着七早八早 都准备好了在那边 一点都没有意外啊 然后大家的话呢 每次拍的情况下 所有的影片 所以菲律宾现在就这种情况 所以讲起来 反正就是 我认为国际政治的 基本上只有实力跟现实 没有其他的 你没有实力 谈的不要谈 没有现实的问题 你没办法做决定 当然这个紫金矿业这个部分 一方面这个3.2吨黄金 这个关键字实在是太受到关注 我们看到网民有各式各样的讨论 刚刚岳老师讲 这个我补充一下 很重要的背景 事实上紫金矿业是跟加拿大买 对 那那个矿山很大 黑道本来就在里面 那加拿大那个公司退出 就是因为不断被盗采 所以并不是现在才开始 那黑道有枪啊 你怎么弄啊 所以 坦白讲 我真问他那个钱也要不回来 所以我看到 当然就是很多大陆网民 觉得说这个地方 本来就风险线很高 所以你当初硬要去买 硬要进场 那现在突然之间 掠夺3.2亿吨黄金 很多人怀疑 这真的还是假的 一切推给这个黑道 说是被他抢走 还是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一些事情 所以这个钱就突然没了 会有这样的怀疑吗 看他有没有上市了 会把讲那么大的数字 对 就看他有没有上市 你到缅甸采域也一样啊 你都是在土匪祸里面采啊 对 就是一样 一样 高风险可是高暴力 缅甸跟那个哥伦比亚差不多 就是政府是黑道 黑道是政府的 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了 所以我 我对能不能要回这个钱 我悲哀 而且哥伦比亚政府一定会说 你要证明 你被偷了 你有偷到两亿吗 对 对 他现在去告政府啊 你看到像这位河南网友就留言 他说谁的问题 明知道这个政府连 明知道这个地方 连政府都没办法控制 为什么要冒险去扔钱呢 摆明是有人故意踩坑 来民政言顺的 暴损啊 损失的损 承伤暗度给个人获取利益 现在大家各自写文章 各式各样的插色 这合理啊 合理嘛 合理的推论 合理啊 推给强盗 推给投契 因为没有办法调查真相 对对对 没有错 但是你想想看 三点二亿的 传言哥伦比亚的事情 根本就是搞不清楚了 你要去的话呢 他们都是在黑道里面带着枪支 火力还蛮强大的呢 对 贩毒的团体什么 对 紫金矿业虽然是国企 就是很多这个中国的一些银行投资 但是你看到他那个金王那个老板 有没有前阵子不是娶了一个那个年轻貌美的一个 一个其实也是从事科技业的一个女子 好像双方相差了二三十岁吧 在大陆也引发了极大的一个关注 大陆金王 大陆金王 对给大家补充一下 好 回来之后我问一下亮哥 这个习近平主席率领了豪华天团 四百位商界代表到秘鲁进行了国事访问 当然主要是参加IPAC领袖会 那他也出席了这个秘鲁总统欢迎仪式 共同为中国建造的前凯港开港 但是因为安全的原因 所以他不是亲自到场 那这是一个视讯连线 那他入住的饭店也是保密到家 大陆外交部11月14号 也发布了习近平在秘鲁人报的庶民文章 说要是前凯港标题很吸睛 从前凯到上海 成为促进双方共同发展的繁荣之路 讲到这个治安问题 你看到这个巴西也是 因为接下来马上要去巴西参加G20 那巴西的首都最高法院 最近连环报造成了一名男子死亡 大家知道中南美洲有时候 这个治安相当的不太平 所以习近平去完秘鲁 马上要去巴西 那前凯港呢 大家知道这个重要性是秘鲁一带一路的重要项目 中国跟中国帮忙建的 然后他将会成为拉丁美洲的这个枢纽港 那这个部分特别是让美国 美国写了很多篇的文章 认为美国会被边缘化 不过这美国要怪自己了 因为整个拉美的贸易 美国就是贸易量越来越低嘛 那中国早就远远超过美国了 那前凯港为什么会受注意啊 这可能是中国大陆在海外 它占股权是占百分之六十 经营权是全部 应该就是最大的一个港 一定会比这个希腊 还有巴基斯坦那个港 要更大 未来就是 它还要搭配那个两阳铁路 那两阳铁路不是一下就会盖好 可是它就是往巴西的方向盖嘛 所以盖到哪里 巴西的货也开始从这边出来 所以最终如果真的盖到巴西的对岸 那个开通了这个大西洋 那第一个受重创的就是巴拉玛 这个你几乎可以想象 那这个当然对美国的 因为巴拉玛就是美国控制的 这有重大的意义 然后事实上这个 比如这个总统 刚好跟小弟擦肩而过 介绍一下 我去那个深圳去参观比亚迪嘛 他就在我前一天 是哦 对所以我去了之后他们都跟我讲 那后来就传出了一些消息 说他非常诚心的 邀请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去秘鲁投资 那不一定是全车啦 因为那个地方有铃矿 所以电池业也有兴趣 那习近平这次事实上是带了 四百个企业家里面 包括基础建设的 还有技术投资的 那我认为定有车界的人 一定有 而且他直接跟大陆 表达了一个承诺 这个女总统 他说你只要 愿意到我们 比如投资电动车的相关的东西 我就让大陆的电动车 直接进口秘鲁不瞌睡 那很便宜哦 我跟你讲 那还得了 这个都算过 我跟你讲 这个总统真的有算过 因为秘鲁的人均GDP 是八千美元左右 刚好就是中国的价格 它负担得起 美国的电动车或者汽车 在南美洲的均价 大概是两万五 对他们来讲太高了 那巴西的人均GDP是一万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事情如果成真 我们且不要说不磕税 就磕很低的税 那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破口 对 对不对 那这个 我认为成局的机会蛮大的 因为中国大陆真的非常重视 前开港 它就是未来 它要打通 就是南美洲到这个中国 会省掉很多天 尤其是在巴西另外那一端的 那因为巴西蛮大的 那它只要开始打进去 两洋铁路开始兴建 那巴西的货就会被吸过来 那还有周边啊 智利乌拉圭 然后他们本来就有一个 南美洲的南方共同市场 对 他要直接用共同市场的名义 跟中国大陆直接签FTA 那里面有一个国家被包在里面 那个国家叫巴拉圭 巴拉圭有邦交会 所以我跟你讲 我们的邦交会有危机 因为巴西就跟他讲 我们要签FTA 那你如果没有跟大陆建交 你恐怕享受不到好处 所以巴拉圭恐怕 就会受到这个压力 所以这个联动起来 其实跟台湾是有关的 那因为周边几个国家 智利跟乌拉圭 本来就跟中国关系很深 非常深 所以现在等于是巴西 秘鲁都要进来 那就巴拉圭悬在外面 就这样 所以我估计 我觉得中国大陆 应该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了 就是要努力的来经营南美洲 那事实上它的贸易量 已经远远超过美国了 那现在 因为南美洲 历史上一直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矿产跟农产品 运费太贵 那卖不到别的地方 所以他们就一直 因为就是一直美国嘛 那美国就不让你发展 比较好的工业 所以在这里 中国如果进去 然后那个工业制品跟它搭上 包括设厂投资 那恐怕他们跟美国 就会越来越远 我觉得美国 非常清楚这个后果 门罗主义以后就 失去物质基础 就会变这样 结尾们总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敷屏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附录 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 动铃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